我可以這麼講 因為我現在他們沒有兩個人在爭吵 你們沒有爭吵的話 我幹嘛要講說有 或者是說我 那因為慧能大師那時候有人在爭執了 執著有了 所以他必須要這樣子講 但是我現在大家都沒有 我可以全方面的講 我可以說是有 因為我講有 我不需要負責任 為什麼 因為的確有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他有 所以就像什麼 造作禪師 造作禪師大家都知道嗎 也有一個出家人 來問他說 師父 請問你 果啊 果是有沒有佛性 那個果他有沒有佛性 他當果的話 他有佛性嗎 這個造作禪師就跟他講 有 果是有佛性 那他說 這樣子 果子也有佛性 原來果也有佛性 他就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 又另外一個法師來 又請問師父 師父 果子有佛性嗎 造作禪師跟他講 果沒有佛性 然後那個人聽了 很好很好 原來果是沒有佛性的 那我知道了 他是不如我們人的 我們人是有佛性的 所以他就很開心就走了 那其他的 聽了 在那個旁邊試著聽了 師父 賈生來說 師父果子有佛性嗎 你說有 以生來問你果子有佛性 你說無 那到底是有還是無 那他就跟他講 有跟無都不是我的說法的問題 都是他們這兩個人的問題 賈生執著果子 沒有佛性 他說眾生 果就是 畜生到 他沒有佛性 他不能夠成佛 他执著武 所以 禪師知道他的心情是著武 他就跟他講 果子是有佛性 要讓他超越有武 他才能夠跳脫這個概念 他不落入對立嘛 所以他就跟他講 果子是有佛性的 你不可以說他沒有 所以他 破製他的 迷 要讓他 覺悟 第二個人 他是执著武 所以他必須要跟他講武 一個左右他就跟他講武 一個左右他必須要跟他講武 所以不是說法師講對了 講錯了 不是他自相矛盾 而是 是你們自己 修行人的心境到底是怎麼樣 老師的意思就是 點出你們的迷失點 讓你自己去覺醒而已 所以這句話 我的意思 因為我不處於那個當時的情況 所以我可以說有 我也可以說武 因為我要把它圓融掉 以我們現在大家都可以探討 明明大家都存在這裡 為什麼說 這裡都不存在呢 不可以這樣子嘛 所以我們說 說法要看當時的因人 因死至疑 要關係墮降 所以風動是風動 煩動是煩動 你有分別心的話 其實動跟不動 關你什麼事 就像現在大家在這裡 大家到現在的心 都是清靜心 我不問你說 我問你們大家 白天好還是晚上好 你說誰誰 沒有白天好沒有晚上好啊 那你就逃脫出來 你就不會變騙了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心就不動了 那你的心就是清靜心了 如果你說師傅一問你們白天好晚上好 你就說白天 白天比較好 可以出去白跳 可以去消遍 那有的人說 白天工作很累啊 累了一天 當然是晚上好啊 可以睡覺可以睡眠 可以補充體力啊 當然是晚上比較好 那你就什麼 就落入了外向上的 執著 所以佛法告訴我們的 解脫是什麼 到最後 生死 紀念盤 生跟死 差別在哪裡 還是你的心的概念嗎 你害怕生害怕死 所以你為什麼 生死就是你的瓜 但是你真正了解到 本來就沒有生滅 只是不夠一個物質體的 生 這一集的生命來了 有這個物質體 死的時候 只不過是這個物質體的消失 但是我們的佛性 靈魂是不滅的 什麼是佛性 佛性在眼睛能夠看 在耳朵能夠聽 在手能夠動 在腳能夠走 我們一切現在的造作 這些都是佛性的顯現 沒有了這個佛性 今天我們就像是死人一樣 死人跟佛人的差別在哪裡 死人不動了嘛 六根眼耳鼻子的真意 都沒有造作 那是為什麼 因為他的佛性離開了 我們現在能夠動 眼睛能夠看 耳朵能夠聽 這就是我們的佛性 因為我們佛性在 所以什麼 我們能動能聽 這就是神通 這就是妙用 那那些死人 一樣有眼睛 一樣有耳朵 一樣有手有腳 他為什麼不動 就是佛性已經什麼 離開他這個肉體 不在了 所以才怎麼 才講說有這個什麼 這個叫死亡 但是真正的佛的境界裡面來講 本來你的心不動的話 沒有生死的概念 那你就什麼 真正超越生死 這樣大家可以 更了解一點 所以這個講的 這是我 我看主 針對我現在要去 表達的時候 我可以說他有 也可以說他無 所以有無都是我可以說的 所以 禪宗的祖師 說有說無 多罪 因為他自己清楚 到底他了解的時候 只不過看什麼現象 對什麼人要講什麼 有或者是講無 那就是關係作教 而不是說他自己 自相矛盾 現在大家可以理解 還有什麼你們對這個 兩手司機有 不邀請的地方